有一说一 这游戏是有很明显的英雄客吃店的 就像这把 对面的东黄客貂蝉 我们的貂蝉是有王客诸葛的 啊 饭甜小菜 不就一个头吗 一个反野的血 这个分断啊 一个食物万劫不复 A技能直接拿下 顺便升个血 开食物这个时候还能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二三一刷出被动结束 你可以回去找你的守卫主们 放个吃血 又来个不怕死的 你怎么敢的呀兄弟 我这杀了红眼的雕像 可不管你有没有什么胖 确实英雄之间是有克制关系的 但操作之人也是要有高下之分的 就像对面这个有东黄的之人 好 就记住一个原则 他不要 我不上 你能拿我怎么办 就这么讲 没有硬控的限制 没有瞬间的爆发 在这个圈里 我就是有无敌的 那为什么又说雕像克诸葛呢 因为他的技能 只要我们二技能放得好 都能吃得掉 至于他胃移多 我比他更多 10分钟发育良好的雕像 能有多强 不是我吹啊 起码比关头强 别傻眼 来咯 好 这一波操作不仅秀的对手头皮一发麻 甚至还俘获了我们辅助小姐姐的方心 我还哪样这么勇呢吗 怎么敢的呀 各位 这东黄没大了 那我吴迪 你们谁 戴不动 这位民主人 这位民主人